早在大航海時代,因為女子被禁止上船 所以葡萄牙的男人去到哪個地方 都會跟當地的女子結婚或是拍拖 而他們單下的混血BB,我們就叫做土生蒲人 而土生蒲菜的出現是因為東方女子想留著男人的心 而為他們做的菜式 而我們今集將會介紹一個經典的土生蒲菜 就是免治豬肉 好,再次歡迎Germano和Sophia來到我們這個 《蒲出的未來》前面要做這個節目 好,謝謝 混血美女廚師Sophia Ferreira 自小在家人以如目掩之下 對廚藝產生了興趣 大學畢業後,去到瑞士修讀廚藝 回來澳門之後 他希望令大家用味蕾感受到澳門土生蒲菜的獨有風味 大家都知道,中國南方面 其實煮食都喜歡用很多醬料、菜 但其實我們土生蒲菜都很喜歡用很多醬料 因為我們土生蒲人的菜式有很大的影響是中國菜 對,有所影響的 即是蒲式的菜,中式的菜就是麥基因食菜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經典的土生文才 就是麵池 麵池 麵池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 對,麵池的名字是肉碎 就是肉碎 麵池 最傳統的麵池 就是兩分牛肉,一分豬肉 好的 即是怎樣煮,我不懂 現在就要健康,所以麵池就可以了 麵池雞也可以,正豬也可以 正豬也可以 正豬也可以,有魚 馬好像沒那麼肥 馬好像沒那麼肥 健康一點 Lophia,幫我介紹一下,有甚麼材料 我們先醃一些豬肉 醃一些豬肉 我們就有這個頭抽 我很喜歡用頭抽 因為是豉油中的王者 豉油王,炒麵 粥粉 然後這個麻油 然後這個糖 不要放太多 好,我少加一點,你不喜歡 適量的糖 好的 我們先醃一下 這次他沒有放酒 他上次的盒子 對,上次的盒子也有說過 你以為工作 你幫我領這個胡椒 你可以… 對 對,你要一直領,一邊對 對 十多 十多 夠了 夠了 剛才Juimin也介紹了 肉真的要有不同的組合 可能有不同的效果 不過你所說,沒有家庭 沒有家庭也不同 我喜歡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有些… 例如說,最簡單 大家看到的就是拌薯仔 是 有些又喜歡拌三角豆 麵糊 站來這邊前一切的 粟米 粟米 有些… 例如說,喜歡全部拌在一起 即是有些薯仔和油 拌在一起 有些又喜歡分開相片 是 我媽媽現在形容得 這樣一碟東西 這樣一半是肉 一半是薯仔 有些就喜歡放肉在中間 然後圍著薯仔 有些又不喜歡吃薯仔 那這個做法 即是各個家庭都有自己的 所以就各個家庭都不同 而且那些… 裡面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藥藥都不同的 材料都有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材料 不同家庭都有喜歡的 有些放黃薑粉 有些… 這麼厲害 有些放黃薑粉都有 我試過有次見到 吃麵糸的水黃色 Sophia,你現在切的是甚麼 這是乾蔥 乾蔥 其實很多西式 歐洲外國人吃的菜 都會有乾蔥 都會落起這個 因為它真的比洋蔥更加香 刀工真的很漂亮 哇,粒粒一模一樣 大小也差不多 對,洋蔥我先烤一下 蔥其實Sophia有沒有技巧 切完不怕流眼水 對 通常你… 我不行了,我正在來 那我下一碗會不會 對 你呢,如果是這個… 撕了皮之後 是… 那你用水洗一洗它 是…就會好一點 它過了水之後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有這個… 冷眼氣 對 有些人可能會有其他方法 是,好了 好的 那你現在吃完了 然後呢 那薯仔那方面呢 是… 也是要切的 為甚麼薯仔要放在水裡 對,因為它會變色 不怕變色 蘋果也是有這種情況 對,也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它的糖分和墊醇 有些人會放少許鹽 都會的 在碗水裡放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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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切的大小有甚麼特別要求 我覺得這樣的尺寸 我覺得咬下去就不錯 一樣尺寸 一樣尺寸 因為很辣 我經常從小時候聽到 那些農夫洗米漬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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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炸一次 你炸一次? 索乾一點 對,已經索乾了 有生命危險,很多人在這裡 好 油是否要預先煮沸 對,要預熱,不要太勁 火要中火 如果你有強迫症 就可能150至160度 你看到很多東西 我們的物境就沒有這些 對,直接看到它炸就可以了 怎知為之熟 它在嘴唇時 代表它還有很多水分 是否浮上面就熟了 都可以這樣認為 其實它就沒有了水分 沒錯,水分 即是炸的感覺越來越濕 一扔下去就看到很多泡 沒錯… 我們土生寶人 你一代介紹一下 我和我是否差不多 我四分之一是土生寶人 我阿公是寶戈人 我爸爸那邊 已經是麥景時 土生寶人 對,我記得我去到我爺爺那裡 對,跟我一樣 我爺爺已經是麥景舍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我就不知道 爺爺、祖母一定是麥景舍 我爸爸一定是 我的麥克風就是 是Chinese 購買白吉斯坦 好的 吞吞、炒、炒洋蔥 我又想問 土生寶人的生活有甚麼特色 我們有甚麼文化 我們跟觀眾說 沒有,其實跟大家一樣 我就是起床、吃飯、上班 下班、上班、睡覺 我家是又不中又不西的 是甚麼意思呢 說說廣東話 不斷地插一些葡文出來 又或者說過葡文去插廣東話 拌在一起 很多家庭都有 有些就偏向… Sophia也是這樣的情況 例如拌在一起 偏向西化多一點 更多葡文 更多葡文 有些會更回廣東話 放了洋蔥、乾蔥、蒜頭 還有粵桂葉 其實你知道粵桂葉是俗稱的嗎 你應該知道 鹹蝦葉 鹹蝦葉 對 其實這個名字我小時候覺得很奇怪 我小時候買了很多 明明是在葡國拿過來的 不是印度拿的嗎 是葡萄拿來的 是嗎 對,外面有很多雜貨 所以他們帶了過來 但因為那股味像鹹蝦味 小時候跟我外婆去買菜 我去… 但那個… 那個少爺是港中文的 那少爺有大媽的嗎 有… 她就懂得說 有很多不同的字眼 你去到街市 你用不了 人是會懂的 對,其實可能有很多字 例如剛才明明是來自英文 明明是來自英文 明明是來自大媽的 或是我們之後… 不是大媽的,是大媽的 對 即是來自豪米豆 其實之前… 因為始終是中泡文化的交叉 可能中國人嫁給了一些泡國人 他們兩個溝通 只會弄一點點音 其實你也懂的 有些白朵 有… 這些語言都會產生出來的 白朵是很多種不同的語言 因為他們混在一起 對,也是澳門初期很多人會說的 如果洋蔥有一點賞色就很容易 有很多人很心急 我叫他去炒兩炒 行了,甚麼都倒進去 全洋蔥的味道都沒有 讓它出來 我覺得這次的節目 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這裡是要花點時間的 說回來,土三富人 其實在家裡… 話說說,有甚麼都沒有 大家不要再想多了 對 想到你們會否… 好像說到邪教會否做甚麼儀式 對,生死在那邊拜一拜 我們天主教,你們也是天主教 有些墨景社會信佛教 你也是信佛教 有些是拜觀音 亦可以,沒甚麼意思 但通常墨景社是天主教的 我又說說我… 你有說 我夾雜著一半一半 因為我父親和父親是中國人 神,這些都是中國人 雖然我是媽媽 但我們中途文化劇夾雜著 我又要信天主教 但到我爺爺的家裡 我就要拜神 對 小經事尊重 我又覺得是 好了,我們不要的 這些不要的 對,這個出了味道 就要利用完 對,不要用利用,先用 即是炒成這樣,顏色就可以了 這樣顏色就會… 你聞到味道… 很明顯的味道 而且有一點… 變了啡啡的色 我覺得是差一點點 土生蒲雲的文化 受到很多人的重視 他們很喜歡問的問題就是 你們家平時吃甚麼 吃飯都不知道吃甚麼 我以前經常問過 你們在看甚麼電視台 對 DDM 對,我最喜歡看我的廣詞 剛才看到我加了一點油 對,一點油 我們現在用新鮮的黃色 是嗎 有一點洋蔥 它有一點味道 好 Mingi,我聽到很多人說 自己剁,怎樣也比出去買的油菜 我聽到我的麥克風說 因為如果你用手剁 它纖維的東西 你吃下去是真的有召喚的 我們也聽過一些葡萄藝人的長輩 現在跟我們說 其實他們以前 會拉起來看 如果是黏著的才好 對,你會散開 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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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筋 對,那條筋 對 再加上剛才主要的洋蔥 對 即是差不多熟的時候就加上去 對 好的 因為這樣就可以把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而且肉保證是熟的 一定 說到吃東西 有時候我們會出去吃東西 對 未必煮食 不如我們這個節目又教蠔文吧 豬扒包 對 是,怎樣叫 豬扒包叫Biffen Biffen 但Biffen正式是普通人士的Biffen 但Biffen不是炸的 是類似黃薑粉豬肉的質感 你用豬扒包夾起來 連針也會咬一下 就是乳酸 咖啡 咖啡我們為什麼叫咖啡呢 咖啡是兩樣混合的 我記得嗎 咖啡是加了奶 不過也是用Expresso去加 比較小杯 在葡萄牙可以加一點奶 一杯小杯就叫咖啡 葡萄牙本身不喜歡加糖、加奶 不喜歡 他就這樣喝了一杯Expresso 但我們亞洲人的口味 沒那麼濃烈 我們會加一點糖、加一點奶 好的,那我們就撈一撈薯仔 你看到已經開始有色 對,有金黃色 很漂亮 一人漂亮應該怎樣說 男還是女 但有很多 有Munida、Linda 有Gira 我覺得三個都是一樣的 說回一道菜 我們煎邊汁又炸好了 薯仔又炸好了 為何要加一隻蛋呢 要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在葡萄牙 這個菜沒有雞蛋 沒有雞蛋 但來到澳門 可能土生葡人 或者中國人都喜歡吃雞蛋 對,要加蛋 還要靠你們兩位 放一放在碟上 你想怎樣擺? 這樣為甚麼? 對,你隨理創意創作 經過這麼精密 還有這麼詳細的煮法 對,用這些形容詞 我也很少用 但出來的效果真的很漂亮 對嗎? 切蛋 很肚餓 我留心的 你帶有個大網 他剛才還不斷擔心 說不怕留心 就留心 不可以留心 所以我們看一些碟 對,那你拿去 幫我們試一下 不然教我們吃早餐 午餐、晚飯 怎樣說呢 然後早餐就是 早餐就是 小小小的 然後午餐就是 晚餐 晚餐呢 晚餐就是 不是 大小的 不是 是 雞蛋 雞蛋 當然還有,例如下午茶 叫做 午餐 對 那是 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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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宵夜就叫四夜 對 就是這樣 我們通常聖誕 開完雞蛋之後 我們那一餐就是叫四夜 不錯 幸好你叫它收手 當然 沒有這麼多糖 味道 不錯 蛋黃就配著麵豬肉 是,比較好吃 薯仔的薄薄脆 口感是真是走出來的 我明白的原因 以前有人來到澳門 除了東方美女就不用離開 因為他煮的食物絕對是可以留住 你留住藍 首先留住他的胃 這時候跟大家再喝一杯 好,喝一杯 好,讓大家健康快樂 好,宵夜 又是,吃完一個主菜 當然不夠 我喜歡吃甜品 對 你喜歡吃芒果嗎 芒果可以 先放個關子 稍後回來 我們有一個甜品 叫芒果做的 是嗎 我很驚訝 不知道有沒有Sophia那麼甜 對